上海浙江江苏这边 行情真的是不太好 从来没有像今年行情这么差过 是不是怪那些美国佬啊 美国佬不尽口我们的产品啊 生意真的是一落千战啊 朋友们我即将要离职了 前几天公司已经完成了第一波裁员 在第二波即将来临之前 我决定自己先走了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我们5月份的工资到7月份才发完 当然也不只是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想去尝试一些新的机会 因为我以前也在延迟发工资的公司里工作过 所以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的震惊 但是就是感觉上班都没力气了 我经常在想 每天上班都在和同事讨论工资什么时候能发的员工 真的能好好工作吗 本来工资就很少 在延迟发 我感觉我交房做和吃饭都成问题了 经常凌晨两点 瞪着两个大眼思考人生 这两个月我每天都很焦虑和崩溃 当然发不出工资也不能全怪公司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嘛 而且我内心深处一致都是很感谢公司的 是他在我最难的时候收留我 让我在刚来深圳的时候有个容身的地方 还是有很多商铺都是关门的 我现在的话就在广州攀移四小的义发街这一边 从现场来看到义发街这一边 经过水斋之后 都差不多有十天了 这边的店还没有弄好 路边的这里面的商铺 全部都是还是关门的状态 很多大家可以看到 就算是开门的游客也是拿着太阳冷灯 在那里来照明的啊 不知道义发街这一边弄这个店啊 还要弄多久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 今天是礼拜天 也过来义发街这边逛的话 也是有一点点人流量的啊 这些商铺有些也是在开着的 开着也是拿个太阳冷灯在那里照着 但是进去逛的话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人 很多人热的都拿着扇子在那里来散风啊 因为今天在攀疑这边的天气也是比较热的啊 两边虽然说有电了 这个是临时用电啊 刚才看到有些店铺 都是拿着发电机在那里来发电的啊 就像那些奶茶店啊 有实力一点的那种店啊 他就拿个发电机在那里来发电 两边是有这个灯管的 是拉着线搞了临时用电啊 新大新百货这边看一下 新大新百货这一边呢 也是也是还没有开的 二楼就正常营业啊 一楼的这些商铺啊 基本上是没有开的 但是这边感觉到好像有电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开电了 真的是损失惨重了 一个家庭要有多少存款才算合格呢 刚才我俩算了笔账 来苏州这一年一共存了多少钱 我们是上一年八月份来的苏州 我老公呢在跑外卖 每个月除掉抽烟吃饭各项开销 一个月下来赚六千块钱左右 我呢是在厂里上班 每个月赚五千多 我们在老家呢没有买房 也就没有房贷 车贷呢前两年也还完了 唯一的大头就是前两年创业欠下来的债 算下来一个月要还八千块钱左右 惠与生活的压力呢二年我们就选择来到了苏州打工还战 我们俩每个月的工资还完贷款交完房租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截止到今天我老公的存款是负债三十万 我的存款是负债两万 有专家说四十岁的人要有两百万的存款才算达标 三十岁的人要有二十万的存款才算合格 而现实生活是很多的工进家庭能够做到不欠外债就已经算是很优秀了 别说二十五岁了 三十五岁没有存款啊 那都是常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我们老板说 他说自从他开场以来 他已经开了七八年了 从来没有像做皮鞋的像今年行情这么差过 以前就是说前几年 19年开始那个疫情了 天天说这个借口 哎呀他妈的疫情来的影响真不好 生意真不好 一直熬啊熬啊熬啊 但好歹这年还有生意 到了今年这完全都不一样 今天比以往还要差 这个老师没有客户来啊 我们老板说 怎么客户不来啊 打电话问一下客户说 我们鞋子还没卖出去呢 怎么往来进里面 家里什么鞋呢 他说以前疫情还有个借口 现在疫情已经完全过了 完全放开了 交通也不独立的交通了 生意反而更差 现在根本就找不到借口了 借口在哪里 很多老板怎么说的 他说现在还不如了一些高级打工的 那些经理 一年还有一个二三十万 我们做老板的一年十万块钱的说明都赚不到 特别是一些小厂啊 甚至不亏省的一定很不错了 我还问我老乡在浙江别的城市哈 在宁波啊什么的 还是也是同样的 有的少部分工厂比较忙 大部分工厂就是老板也是说哎呀 生意不太好做啊 工资比往前都有所下降 还有浙江别的小城市我也有一些老乡 还有一些朋友 反正吧就是不太理想 大部分人就说没有 还没有前几年那个行情好 还有包括一个上海的朋友也是说一样 因为上海的外博工厂出口美国欧盟的 进单呢都大量下降 那就说特别是外博的都没什么生意 好多人呢都回老家了 大家在一些工厂里面啊 挣个三四千块钱呢 就不愿意出来的 出来的工资高也高不了多少 可能只有四五千块钱 好一点的五六千块钱 大部分人是这个样子哦 就是你这样干脆就不回来了 不回温州啊和上海这边来了 因为在这边开支那么那么高 房租动不动是千万块钱七八百 真的是今年的行情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我劝朋友们 如果在老家找了个事 能有个五千块钱以上 我是建议不要出来了 在外面这个钱真的太难挣了 真的开支还一年比一年大 但是这个钱今年比晚年真的是差远了 像我刚才说的 以前疫情是个很大的借口啊 都往心里都安慰自己 明年会好 结果到了2023年 比晚年还差多了 真的这太苦逼了 太苦逼了 上海浙江江苏这边 行情真的是不太好 是不是怪那些美国佬啊 美国佬不尽口我们的产品啊 生意真的是一落千丈啊 希望还是希望明年会好钱吧 罢工了罢工了 深圳沙井进魔场又罢工了 08年罢了一次工 11年罢了一次工 现在又罢工了 听说是员工抗议没有加班 员工只拿基本公司不同意 工资太低了 全体罢工了 实体难做啊 老板难当 这还是一个台资大厂 大厂的这么难呢 你想一想 还有那么多中小企业 他们遇到的困难该有多大 政府应该关心一下制造业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莫迪总理庆祝73岁生日的同一天 9月17日 他收到了来自Apple供应商富士康的一份 振奋忍心的消息 富士康在印度的代表表示 他们计划在未来一年里 将其在印度的投资和就业岗位数量翻翻 富士康在印度的代表Vili 在社交平台LinkedIn上 发表了一根生日祝贺帖子 他在祝贺莫迪生日快乐的同时表示 在莫迪总理的领导下 我们的印度优务发展迅猛且稳定 我们决心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为您呈上更丰富的生日礼物 包括在印度的就业人数 外商直接投资和优务规模的再次翻倍 富士康 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孩童制造商 在全球从中国测试的过程中 已经在印度南部投资建立了制造工厂 并且其在印度的优务正在快速扩展 富士康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近代附近 设有一个大型园区 那里有10万名员工 主要负责生产苹果的iPhone 富士康在8月14日表示 他们看好在印度的投资前景 预测未来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潜力 同时 富士康也一直在努力推动其生产多元化 今年5月 这家制造业巨头以3700万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印度科技中心 半加罗尔郊区的一块土地 富士康的董事长刘洋伟表示 富士康目前在印度运营着大约9个生产园区 拥有30多家工厂 每年的业务营业额约为100亿美元 随着中国制造业环境的不稳定 许多外企纷纷寻求将供应链转移到印度 越南等国家 莫迪总理近年来推动本地制造业的财政激励政策 也越来越吸引外企钱来投资 除了富士康之外 伟创和合作联汉科技也在印度生产苹果设备 一般来说 苹果会在新产品发布7到8个月后才在印度开始组装 然而 这种情况在去年发生了变化 在新的iPhone14设备上市几周后 苹果就开始在印度生产 先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